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说了好多了 然后这是今天主要的内容 首先我会讲一下 Machine Learning 在 Big Data Platform 上面的一些情况是什么 因为我想这里在座的同学们 可能就是说更多的背景可能是希望去在找工作之中能有一些更多的认识 就是说我想在讲解前去做下调查 看看你们对于就是说背景是什么样的 首先有多少人是做过Machine Learning相关的东西的 哪怕是那种客户作业什么的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有多少人是用过Hitube的 真正用过 就是哪怕是自己搭一个自己的小的cluster 自己去玩一玩的也算 然后有多少人是用过Yard 用过HitubeYard 看来还不够popular 然后有多少人是用过TensorFlow的 就是说是真正写过TensorFlow的代码有多少 就是说基于TensorFlow去实现一些Deep Learning的东西 OK好 行 就是说 我首先会讲一下Machine Learning在 Big Data Platform 是一个什么样子 然后我会讲一下 就是怎么用Yard去来去帮助这些Machine Learning的workload 然后最后我会用一个叫CTR Click-Through-It 它是一个非常清典的Machine Learning的问题 我会来讲就是说我们怎么在一个Bit Data Platform上去做CTR 好 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Bit Data Platform 首先我们有很多机器 然后在机器上面装到有Hitube 有那个Spark 然后在底下有一些存储的系统 比如说像那个HDFS 然后那个Sray 或者是MySQL之类的 这样的一些存储系统 然后 就是说 说谁会去用这个Cluster呢 主要是有两类人 第一类人是那个Data Scientist 他们主要是这个事情是会去Explore Data 就是说他们会去看看你这个数据长什么样子 会去会把数据的一些 一些统计信息什么的 打出来看看它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 它会同 对于那些用户的数据 可能会统计一下 就是用户的性别比例是什么呀 然后用户的那个 来自的地方是什么呀之类的 然后他会去创建那个Pythonite 所谓的Pythonite就是说 他们可能会需要用一些 一些简单粗暴的话 办法把数据从一种方式变化成另一种方式 比如说把一些不需要的列点去掉 然后通过其他的一些数据 把一些需要的数据给加上去等等 这种所谓的 就是一些数据的预处理的东西 我待会我转发说一下 然后完了之后 他会去用Machine Learning的一些方式 去做一些Tuning 就是说把这些数据给 机器去让他去学习 然后在学习的时候 其中的机器也不是非常重要 他需要去教机器说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学习 这种就是所谓的Primeters 需要去调很多很多的参数 然后最后完了之后的话 会把那个 就是学习出来的 那些Data 给保存到 我们的地方 这是所谓的 然后我不太清楚的在这里 在这里各位有多少是有 有志向去做Data Scientist 对 就是从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 Data Scientist 主要还是一个 它会很有趣 但是也会很辛苦 就是需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一些 一些相对繁琐的东西 对 不是什么好活 然后 另外还有一波人教育的 Software Engineer 然后Software Engineer 就是会做很多很多的开发 这样的工作 比如说会去 当有需要去在 在Hidoop 或者在那个Spark里面 去做一些东西 他们会去做 然后他们也会去负责把 把那些 已经训练好的东西 给Deploy到一个 Production Classes上面去 然后可能他们也会 就是说会做更多 跟那个生产环境相关的东西 而不是说一些 一些数学相关的东西 对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 常见的 一个Machine Learning workflow 首先它会 就是 从左往右是一个 顺序 最左边是那个 放在词盘里面的一些 Rawed Data 然后这里会去 先会做一些 Future的Setting 然后要是做过 那个Machine Learning 相关的一些Project的同学 可能就 就对这方面 会更熟悉一点 就是可能你会去定义一下 比如说 对于 对于一个 一个汽车识别的 这样的一个 从图片识别出 是什么 品牌的汽车 这样的一个 一个任务来说 你要定义很多很多的Future 比如说 这个车轮胎长什么样子 车的那个 车的标志长什么样子 然后那个什么 反动机长什么样子 这种就是所谓的Future 就是一些 一些 可以帮助你去做 进一步判断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想识别的人 我会说 他眼睛长什么样子 鱼子长什么样子 对吧 然后 同时 可能也会需要做一些 去做一些 做一些Future Transform 比如说 对于一些图 一些图像识别的 任务里面来说 可能颜色 并不是非常重要的 的一个东西 而且可能颜色 会导致一些 对于你的 学习出的东西的 判断会不太一样 比如说你想识别的东西 到底是不是汽车 它的颜色可能并无所谓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颜色 作为数据给加进去的话 你最后学书的模型 看到红色的是 它觉得是车子 看到绿色的可能 就觉得不是车子了 对吧 然后这是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Future Transform 它可能会把一些 你不需要的东西给去掉 或者是说 用一些别的方式 把这个东西给变化一下 然后对于Future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Future Encoding 或者是Evaluation 我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然后等到 把那个Future 给准备好最后的话 然后它会 所以我们就会用那个Future 去做那个Model Training 就是说把 通过我们定义好的这些Future 然后另外用我们 拿到的那些数据 可以去让基础去学习出来 对于输出来讲 对于一个输入来说 它的输出应该长什么样子 然后对Model的话 也会有很多操作 比如说一些Model Evaluation 会去看看这个Model 到底好不好 然后等等等等 很多事情 然后最后一步 当我们把Model 学习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就是可能需要去把它 Deploy到一个真正的环境里面去 比如说当我们学出了一个推荐系统 我们就希望把它放到一个真正的 那个环境上面去 能够对用户的 当你去Amazon上面购物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 根据你之前的History 可以看看你可能需要买什么东西 就是把它Deploy到一个真正的环境里面去 对 然后其实Machine Learning 在一个很大的平台里面 实际上它只是非常小的一块 就是如果你看的话 在中间这里 就是所谓的Machine Learning Code 就是可能你需要去 你们在那个可能去学习一些课程的时候 然后去写的一些代码 或者是说当你去用TensorFlow 去做一样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用TensorFlow去实现代码 只是中间这么一点点东西 然后外面的话就是有些各种各种的 什么Compression 怎么去处理Data 怎么去做Future 等等 就是很多很多的东西 对 然后 就是对于那个Data Pre-processing 来说就是我刚刚说到 这个Future相关的东西 首先我们 我们可能会做一些什么操作呢 那我们可能会需要把这个Data 从HDFS 那个S3 或者是一些DB里面把它给露得出来 然后我们可能会做一些Data Join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用像一些 SQL tool 像那个Hive 或者Spark 会做一些Data Join 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能会需要用一些 一些比较好的工序去做一些Data 所谓的Exploration 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想把一些Data 一些图表给展示出来等等 在这里你可以用到那个 用到Zipeline 或者是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那个Juptor Juptor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 然后可能你需要去对Data 做一些Sampling 比如说你就把Data的一小部分给 抽出来先做做训练看看 这样的话 避免去把所有的Data都拿来做 另外的话可能你需要去决定 在你所有的数据里面 有多少的比例是来去做Tuning 多少的数据是来去做Testing 这里是所谓的Data Preprocessing 在这里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为了下面的这一步 然后在第二步的话就是 那个Fature Engineer 我想这里可能大家看不清楚图 我把图改一下放大一下 然后这样给你看得清楚一点 对就是对于一个Fature来说的话 我们可能不同的一些系统 它对Fature的处理是不太一样的 从最原始的那个Rule Based System 就是一些 对于输入数据可能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 一些规则 然后对于这些规则的话可能是一些 你会手动去定义一下 就是入市场 比如说你想识别一个医院 是不是假医院对吧 你可以看看它 就是有没有之前出过什么事故 也没有什么一些 就是所谓对这个医院的一些特性 进行一些设计 然后通过这些理所动定义的一些Rule 来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假医院 然后对于那种比较经典的 Machine Learning的一些Model来说 比如说像一些SVM 或者是GPTT这种常见的Machine Learning 就所谓的classicMachine Learning的方式来讲的话 你也是需要去定义一些feature 长什么样子 然后最后是会用机器去 通过不同的Model去学习 你定义的feature要输出 中间的变化应该是怎样的 然后对于我们这里想说的Deep Learning 来说的话 它其实就是相对比较经典的 机器学习方法 可能它就可以避免你去做很多手动的那种 对feature的操作 它可以通过你的输入数据来说 把你的feature 应该长什么样子去学出来 这是Deep Learning 它能够在很多功能上面 能够做的比其他的feature 更好的一个原因 比如说像之前说的 去识别一个图片 是不是汽车这样的工作来说 可能你手中去定义一些feature 比如说什么样的东西叫轮胎 什么样的东西叫反装镜 对吧 你需要手中去定义它 而且对于很多图片 这个东西来说的话 它的变化很大 你很难去精准的描述 轮胎应该长什么样子 它的圆形可能还会有一些 其他角度什么导致的 所以说用深度学习的一些方法 它能够从一些很 这种模糊的标准里面 去把你需要的feature 给学习出来 然后它首先会学习一些 非常简单的一些feature 比如说一些 一些线条的样子 一些边缘是长什么样子 还有一些 就是一些图片 非常明显的一些变换 它把它学习出来 然后在这个之上 因为深度学习是很多层级的 最底层的话 学习一些很简单的线和点 然后越往上面走 它会学习一些更复杂的东西 这些都是自动的 比如说往上面走 就会学习一些轮胎 什么的等等 这样的一些东西 最后再基于这个之上去 去学习出 应该怎么把一些 比较复杂的一些feature 去map到你需要的一个 输出上面去 对 对 然后就是我会讲一下 那个一些 常见的机器学习的一些分类 首先是一些那个 比较传统的机器学习的model 比如说 在左边的话就是一些 传统的机器学习model 比如说有那个 logistic regression 还有那个 那个gradient boosting tree 还有一些像什么 用于 用于推荐的一些AOS 或者是AODA这样的算法 然后 常见的支持这些机器学习的library 可能就是有 可以用那个spark mllib 或者是用HGBoost HGBoost是一个 主要是用来做一些 一些决策数方面的学习的 一个library 然后右边的话就是一些 Deep learning的一些model 比如说有DNN CNN RNN LSTM 这种常见的一些 一些model 然后library的话就 比如现在 比较火的 TensorFlow Cafe MXNet BitDL之类的 都是做这样的事情 对 然后 Deep learning的话 它比较擅长的地方 是在于那个 比如说 第一可以去做一些 像 那个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还有那个 CV等等 现在在这些领域 已经可能很难找到 其他的 比Deep learning更好的方法了 然后下面的话 我会讲一下 就是说 当我们学习了这个model之后的话 我们可能需要去把这个 把这个model给 Deploy到你的 你的生产环境之中 Deploy的话 就是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的话 可能在你 比如说你去实现一个 spark job 然后呢 你在job之中把这个model 给loaded进来 然后loaded进来之后 再对你的输入数据 进行一些处理 完了之后的话 你就把这个 就是这个job就finish了 你就不会再用这个model了 或者是说可以做一些online的service 比如说你把你学习出的一些图片的分类的算法 Deploy到那个 Deploy成一个webservice 你可以随时上传一个图片 然后它会给你返回它的分类长什么样子 另外除了在这个production里面的deploy以外 你也可以去做一些实验性的东西 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对 就是前面的话主要是讲一些 machinery data的一些东西 我不知道目前有没有什么问题 行 那我就继续 等到我讲完之后我们再一起问吧 然后下面我会讲一下那个 用Apache Dook样怎么去来 来去使用machinery的一些whatload 可以跑得更好 因为可能大家对 看来对样不是特别的熟悉 就是说对于一些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样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因为我们可能需要在一个很大的一个cluster里面 比如说有三万台机器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用户 他们需要去 对 对 对 就是说在下面就是一个我们 我们cluster有 会有很多的硬件 对吧 然后底下有一些storage 然后storage之上的话 会有那个 还都会要来去管理这些resource 然后在这个之上的话 我会去跑一些job 比如说像那个用hive去做一些setto相关的操作 或者是那个用那个spark去做一些类似的操作 然后在左边的话这些就是一些machine learning的platform 就是他们可以跑在同一个平台上面这样的话去 比如说当你去要跑一个job的时候 你是不会太在意他会跑的什么地方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会有样的 负责把你调度到对应的机器 给你相应的resource 然后让你去puff 然后在这个之上的话 可以用zap.in zap.in是一个notebook 就是说你可以相当于是你有一个网页 你可以在上面去写一些python的script 然后可以做一些比较快的一些seql的query 也可以看看就是说你可以去做一些data的一些ingestion方面的一些操作 对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都跑在样里面呢 对于一个class里面的user来说的话 首先他可能需要有soa 可能大家对这个名词不一定非常熟悉 就是说我们可能需要一个job 他能在一个给定的时间之内跑完 就是比如说我的job 每天跑一次 然后我希望每一个小时能出结果 如果这一个小时出不了结果的话 可能我们公司的CEO就看不到这个report 然后看不到report的话 就会有更麻烦的事情出现 然后他们可能需要有一些monitoring的东西 比如说他们想知道 就是说目前这些job跑到怎么样了 跑到什么进度了 还有他们可能需要知道这些在这个cluster里面 他的那些资源的使用情况怎么样 然后他们可能需要去分配一些quota 就是说不同的用户不同的部门 他们有不同的一些resource的配额 他们就是说不能用超过自己的配额 不然的话会使得别人会出现一些资源短缺的情况 然后他们也希望有一些isolation 比如说我的job 本来跑你的job的话 我们只允许你用16G的memory 对吧 但是你用了三四二级怎么办呢 我们可能就把你kill掉了 对对于不同的这些 对于这些不同的点的话 我们有不同的一些解决方法 比如说对于SEOA来说 我们可能需要去提前去做一些capacity planning 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可能会去定义一些 一些不同的user他们到底能用多少资源 这个可能需要通过这个user 他的一些job的使用情况来去进行长期的调研 然后去planning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preemption的话就是说 如果是说我想用我想跑我的job的时候 然后我的资源不够了怎么办呢 我可能只能从那些用的比较多的人身上 希望把这个资源给拿回来 就是所谓的preemption 然后另外的话也可以用提前去reserve 一个相关的资源 就是说这个东西我明天四点钟 我会跑一个大job 希望把这个资源给留给我 对 然后对于monitoring来说的话 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tour去看看 我们现在在这个cluster里面 它历史的自由使用情况 或者是说用一些graphina这个tour 它能够把一些历史的一些东西 把它画成曲线 能够让你比较方便的看得出来 对 然后那个对于total的话 就是说我们可以定义 定义内的user和tutor 能够使用资源的情况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定义 哪些用户能够去资源 然后做isolation的话 我们可以说对于CPU 对于不同的resource 比如CPU Memory 或者是GPU 或者是FPGA等等 可以做一些isolation 对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 给跑在同一个platform里面 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样来说 我们有在这个体系里面有补台机器 补台机器的话 是128G的memory 那是我喜欢 然后我们可能先去跑一些tats 那可能会差一点 你可以想象成跑一些 跑一些那个做一些CPU的一些操作 然后可以跑一些spark 然后在这上可能有一些long running service 就是说他们就相对于是服务一样 跑在这个集训之上 他们起来之后就可能不太会关掉 比如说像一个Gmail的一些service 比如说像一个Gmail的一些service 比如说例子 然后在这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一些budget 我们可以买了一些GPU 然后有一些GPU的一些host 我们也把它放到同一个样里面去 让它去管理 然后在这之上的话 我们可以去跑一些 TensorFlow相关的一些job 然后可以跑一些那个cafe 和那个msn相关的一些job 这样的话 所有的Job都会通过YAR去提交 然后我们也知道通过YAR去管理 这样的话避免这些Job之间打架 我们也可以很方便的去知道 在某个时间每些用户用了多少资源等等 然后我下面会说一下 在YAR上面去实现GPU的一些support 然后首先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support呢 因为我们对于就是不太清楚 大家对这个GPU和CPU的了解形象怎么样 就对于GPU来说的话 它会有很多很多的核 比如说像NVIDIA TESLA P100 是有3000多的兔兔兔兔 它这些核都很简单很小 相对于CPU那种一个非常强的核来说 对于CPU的话可能就那么几个核对吧 就是好一点的可能有几十的核 但对于CPU来说对于GPU来说的话 可能有几千的核 它那个对GPU来说每个核它很小 但是它可以去FORTS在做一些计算方面 可以非常快 比如说当我们需要做一个就是需要做一个矩正运算 然后在这个运算的话 它可以拆翻成很多很小 就是拆翻成很多小的的核心 这样的话可以并行的跑在GPU之上 这样的话可以取得比用CPU去跑更快 对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 一个Deep Learning的Job 然后它有很多的东西是所谓的GPU Computing Intensive 可能主要是有一些矩正运算等等来构成的 然后除此之外有些逻辑的东西 然后当我们去用GPU去加速的时候 像那个平台比如说像那个TensorFlow这样的平台 它会把那些Computation Intensive的东西给Map到GPU之上 然后把那些偏逻辑的一些东西给Map到CPU之上 然后最终的接触就是在GPU的内部上 它可以用很短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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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要是没有一个GPU的support 那些research engineers 当他们需要去跑一下自己算法的时候 可能会很难有人去有耐心去等几个星期 得到一个接躲 这样也会造成很多的麻烦 所以说LGPU知道他们可以用 比如说两三个小时得到一个model 可以去持续的去改进 这是为什么在这几年NVIDIA的底下涨这么多 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对于很多东西来讲 时间就是生产力 如果大家都在等着job去finish的话 那可能就没有真正的干活的部分 然后下面是一些我们有哪些需要去处理的问题 去来支持GPU 首先对于GPU的话有不同的一些level 比如说对于一些跑的程序来讲 他可能需要占用整个GPU的resource 然后在这个process 就是这个process起来之后 他可能就会 就会 就会 就会一直使用这样的resource 然后别人都不让用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对于一些类的process来讲 他可能需要用多的GPUresource 用一个put 常见的话像tensorflow 他可能需要用多的GPU 会跑得更好一点 然后对于有些程序来讲 他可能不需要全部的时间 全部的生命周期的用GPU 他可能只有里面的一部分需要GPU 然后还有些程序呢 可能他不需要用整个GPU 可能用一小部分的GPU就OK了 对吧 然后可能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维度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去限制 你用的GPU memory是多少 你用的显存是多少 还有你需要再用的带团是多少等等 另外的话 就是如果一台机器上面有多的GPU卡的话 他们之间有不同的连接方式 这样你去选择不同的GPU的时候 如果你恰好运气不好 选择两个比较远的GPU 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会通讯的latency 什么就会变得很慢 对 然后后面这个YAR assembly 我想太多不讲了 因为可能大家对这一块 就是帮助也不会特别大 这个主要是对于一些 然后Dutch里面会更有用 对然后下面我会讲一下 用一个实际的例子 叫clickthrough it 来讲讲 我们怎么把刚刚讲的东西给应用在上面 对于CTR的一个predition来说 简单来说就是判断你是不是会去点一个广告 然后它的一个 它是这个世界上可能是最挣钱的 一个machine learning的一个问题 就是所有的公司 大的公司 所谓的广告部门 可能很多都是研究的这一块的东西 因为广告部门 比如说像Google广告部门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至少几千人 可能上千人应该是有的 然后他们会去花很多时间去处理一些 一些数据 然后去来研究 怎么让别人去点广告 对 然后对于这个问题的话 它有一些challenge 首先它是一个看起来很简单 你通过用户的一些历史的一些数据 来判断它到底是点还是不点 然后但是它其实希望的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点或者不点 它其实可能需要得到是一个概率 你到底有百分之多少的概率去点这些数据 然后这样广告商会用不同的方式 就是把那些广告给放上去 另外的话 它这个 它的数据的label是非常偏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就是绝大部分人是不会去点广告的 只有那么一点点人会点广告 所以说你的数据看起来 可能99.9%的人都是没有点的 但只有千分之一的人是会点的 这种会对很多机器学习的算法会产生一些影响 因为机器学习更希望是一个比较均衡的状态 这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是一个二分类的问题 希望两个分类的概率 就是两个分类最后的结果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个CTR不是这样的情况 另外我们这个CTR来说会有很多很多的data 因为对于google来讲 比如说每个用户可以产生多少的这样的一个pageview 然后每个pageview就是一个潜在的data 然后另外的话 对于我们想要去 我们哪怕是设计了一个算法 我们设计了一些model 当我们想要去部署它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这个角色的速度非常快 也不能说我都已经网页都刷出来了 我还不知道你到底放什么广告 这样是不行的 然后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数据的样例 就是每个impression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网页的一个 就是每个网页里面的一些结构 比如说有些图片 有些用户的历史数据等等 这是一块 然后最后结果是点还是不点 这种都是一些历史的数据 就是通过比如说我们这个网站跑了一连 然后这些数据就是放在词盘里面 当然我们可以用这些数据来去做一些tuning 这所谓的叫labeled events 就是我们已经知道它到底通过这个输入来说 它的输出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对于CTR的model 我们去学习的时候 有很多那个机器学习的算法选行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用最常见的logistic regression 这是现在用的最多也是最 因为它非常的稳定而且快 然后其次的话 有一些更更 fancy 一点的像什么 那个FM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它是什么 然后GBT 还有那个一些deep neural network 在这里其实用deep neural network 它的一个问题可能是它比较慢 你对于一些那个CTR这样的工作来说 可能它会很难去达到它的速度的要求 然后在后面就是一些代码 像是demo一样的东西 就是说当你有一个 当你有一个zapting的loadbook 就可以做一些data的一些处理 比如说你可以这个data 可能是放在HTFS上面的某一个地方 然后你可以用spark去算算 这个在我的所有data里面到底有多少是点的 到底是没有多少是没有点的 比如说在这里没有点的 就是97,000的是没有点的 然后2000多的是点的 这里就是所谓的data ingestion 你去看看data长什么样子 这个对于你做data scientist 来说一般是第一步的事情 然后你可能需要在里面做一些sample 就是说因为你的数据来源可能是不平均的 刚刚看到那个没点的情况是绝大部分 点的是占小部分 我们这里的话就希望把每点的部分彩彩样 然后把那些点的都保留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两边的数据看起来就比较平均一点了 然后在后面就可能需要做一些 因为可能你的数据是放在不同的表里面 可能你需要去对他去做一些data join操作 对于这个用户来讲 他在这张表和另外张表的一些数据 全部把它放到同一张表里面去 然后把一些无效的一些值给他remove掉 然后我们可能需要对这个data 去把它分成那个training set和那个test set 然后我们可以去写python的程序去来 去train一个cancerflow的model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那个spark去写 写了一个线性模型来去去一些 在spark里面去做一些继续学习的工作 然后最后的阶段 你可以把两个模型拿来比较 或者是可以把它结合起来 做一些预测的操作 对然后就是用那个zeppelin的话 你可以比如说前面data scientist A 写的程序 你把它给导出成一个文件 然后可以让别人去 可以直接使用 对然后最后的话 我们现在也是正在hiring的 然后这里打个广告 就是我们那个yarn team现在正在hiring 所以说就是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跟我来推一下解释